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獨有圖為直線L 方形式是AX加BY加C等於0的圖形 求這P點X座標是A乘以C Y座標是A乘以B 是位於第幾項線 那首先呢這L的方形式是 AX加BY加C等於0 當Y等於0的時候 這X是負的A分之C 當X等於0的時候 那麼Y是等於負的B分之C 因此呢L是通過負的A分之C 0這個點 以及通過0負的B分之C 這個點 那麼圖形在這裡 所以呢我們可以標示一下 這是負的A分之C 0 這個是0負的B分之C 好 那麼這個點呢是在X軸的負向 所以呢在這裡 這負的A分之C 是小於0的 而且 這個點呢是Y軸的負向 所以負的B分之C 所以負的B分之C 也是小於0的 所以呢 A分C是大於0 代表A跟C 是同號 那麼B分C是大於0 代表B跟C 是同號 因此呢 因此呢 這A、B、C 三個數啊 這符號性質呢 是一致的 因此呢 P點的坐標是 A乘以C 然後這是A乘以B 那因為呢 A、B、C三個數啊 這性質的符號呢 都是一樣的 因此A乘以C啊 是正的 那麼A乘以B 也是正的 因此呢 P點是落在 第一項線 這個答案